趋势APP 来面对未来的发展 不过昌明今天他休假 所以找了一个打手 也是他们发展处的一个英文编辑 侯燕玲 侯小姐 燕玲 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好 国华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啊 他来当打手的 OK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希望燕玲也可以带给我们一些趋势的新知 OK 燕玲我们从什么样的新闻开始呢 好 那今天想先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智慧城市的部分 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 智慧城市这个话题在全球 还有在台湾最近都还蛮热门的 那是刚好因为菲利普 就是荷兰的照明大厂 他在今年也首次来台湾 就是参加我们在台北举行的一个智慧城市展 那就想说可以从这个主题 跟大家谈一下智慧城市里面像是照明 就是一个大家觉得非常发展潜力的一个面向 好 他到底有多大的发展潜力 为什么它智慧城市这么重要呢 能不能先帮我们解释一下呢 好 因为其实大家可能知道智慧城市 它是一个蛮广的概念 它其实涵盖很多很多的部分 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要谈照明 就是因为其实照明普及率很高 那在路上路灯已经变成一个 可能大家不会特别花心思去注意 但是它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LED灯是比较省电啊 那像是现在很多国家 他们也开始渐渐的把路灯都换成LED的灯泡 那这样不只是省电 那可能也是帮城市节省了很多电费上的成本 但是在换装的过程当中 当然也是会有一些比如说问题啊 那也有些人会认为说 可能只是这样换个灯是不够的 我们要让它做到是变得更聪明 那就是对 所以它就是会变成说 它现在会搭配像物联网 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平台 把这些每个每个 因为路灯很多嘛 那你要去控制其实管控的成本啊 花费的时间也是很多的 所以它现在等于用一个很智慧的方式 然后像是我们坐在电脑前面 很轻松就可以操控 可能一个街上的大概几十站几百站的路灯 是 OK 所以那个就会等于好像我们在看到那个什么 一个灯的也怎么怎么讲 那个秀一样 对不对 我们可以坐到很远的地方去操控那些灯的这个变化吗 意思是这样子吗 对 就像比如说很多厂商 不管是台厂啊 或者是国际大厂 他们现在都是提供这样的一个技术平台 就让比如说像是一个路灯坏掉了 那可能我不用就是以前要报修啊 可能你打那个什么电话什么打了很久 怎么都没有人来 对 可是它现在就会变成说 比如说民众看到了 那我是有看到前几天在嘉义有个新闻 就是说因为嘉义是现在好像说今年底 也要全部换成LED的路灯 然后它就会变成台湾第一个就是全LED路灯的一个城市 那它就是说他们的路灯上面就是有QR Code 然后如果你发现路灯坏了 民众就拿手机去扫一下QR Code 那它就可以连线到比如说市政府的单位啊 然后就可以做报修 所以就不会变成说 就变成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一来一往 不会变成说打电话半天 然后找不到人或是没有人来修 那现在就是用一个比较 感觉是全民参与吧 然后用一个很智慧的平台 就让它确保说这个报修的工程 可以比如说很快速的完成 所以这个一方面是节能嘛 对不对 LED这个是绝对大家都晓得的事情嘛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好像QR Code就是它的身份证一样 可以很快的去晓得它的位置是在哪里 然后就可以把它做修理 也可以节省那个流程的时间的管理上面的一个 缩短它的这个时间嘛 那另外呢 还有什么更聪明的光照方面的东西 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呢 像我们去看那个智慧城市展的时候 我们发现其实台湾厂商推出的一些解决方案都很有趣 他们重视的是感测 就是路灯呢 其实就是一个感测器 他们想做到审定要做到怎样 就是说 我有人或是有车通过的时候 我的路灯感应到了再亮起来 那平常没有 比如说在一些人烟稀少 可能车流人流都不多的地方 你一直让它亮着 其实是蛮耗电的嘛 是 所以它就变成说 没人经过的时候它就不亮 然后是用这样子一个 感觉像是灯连网 就是把这些灯都串起来 然后大家都很聪明这样 就是感测到了 然后就会亮起来 对 那这是台湾厂商 我们这一次看展发现的一个比较有趣的趋势 是 这个其实我在美国 其实也就发现 美国实在是一个能源最浪费的国家 那我去美国那个时候 这个短短的时间住在那边的时候 我们这个我住的地方 后面有一个大广场 那通往一个这个 怎么讲 超级市场 那个广场呢 不说不知道 说了你会让你吓一跳 24小时灯火通明 哇 那我就一直在想说 它是不是因为晚上 我白不晓得 我想说是不是晚上因为有治安的问题 所以晚上应该把那个灯打开开 没有想到大白天出去 它也是全都打开的 哇 所以呢 如果透过这样的智慧型的管理 这样人走过去 它才亮的话 那就可以减少不少的能源了嘛 对不对 对 但是像是菲利普啊 就是荷兰这个大厂呢 它其实提出的方案 就是跟台厂比较不一样 它是觉得说 其实像是你刚刚提到的治安的考量 这是一定要 在城市管理当中 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可能有一些暗处啊 或者是一些死角 你如果说人没经过就不亮 那其实会有一点 感觉上会 比如说小巷子 你就觉得它还是需要照明的 不安全感啦 对对对 所以菲利普它就没有用这种人流 或是车流的感测 它就是用远端操控的方式 假设说它发现这个地区 其实不需要那么多路灯 那它就可以就是用它们的一个平台去调控 比如说啊 我今天这边就三盏就好了 不用像以前两个十盏 其实它就是靠这种方式去做节能 对啊 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台厂跟国际大厂 他们大家的大方向一致 但是在实施上面的那种 比如说解决方案或是怎么做 就是因地制宜 对啊 所以这个告诉你啊 我们现在这个灯越来越聪明了啦 这个不过呢 这个我不晓得会不会越来越贵 这个商机会不会就是跟不上我们的消费的水准啊 其实刚开始我们不是就是叫做什么 省电灯泡对不对 对 我就听了人家的建议 我就去换了省电灯泡 就买了省电灯泡之后 LED灯就出来了 我们小时候还要再去买LED灯 而且那时候还贵松松 非常的贵 现在又降下来了 不晓得LED灯后面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这个就要请这个燕玲告诉我们了 现在LED灯的发展是不是一日千里啊 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啊 对啊那刚刚你讲成本 那我想再补充一下 就是其实像菲利普他那些智慧城市的这种照明啊 或者是一个智慧路灯的系统 他其实已经在全球很多很多的城市都有采用 那他他最主打的一个例子就像是LA 因为LA是个大城 所以他就是用这种智慧的系统 可以去管理这大城里面的路灯啊什么的 然后节省到维护啊人力成本方面 可是我们去问了台湾就是菲利普的代表 那他们是说 呃现在在LA的话 他们是可以做到说把那个智慧路灯的一个装置 装在我们一般原本就有的路灯上面 就可以把他们全部串起来 哦是OK 对可是它是一个小节点 就是一个像小小球球 把它粘在路灯上面 就变成它的一个可以连接的一个节点这样 可是在台湾的话就是必须要整组的 重新建制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在台湾装的成本是比较高 哇想当然而哦 那未来恐怕要花很多的钱 这个可能都成本预算必须要考量一下了 可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那个 就是说只用一点点的经费 或者说只要一个小节点就可以这样做的 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这个重新要建制呢 这好像就是跟牵扯到政府的 比如说他们 对啊一些本来的建制方面 哎呦是是是 那这真的就是要看各地的施政啊 还有就是跟厂商怎么去协调配合这样 是好不管怎么样啦 我们的城市都必须要越来越聪明了 好所以呢这个是钱一定要花 以后不是比哪个城市自然好 或哪个城市也要比一下啦 但是一定会比到哪个城市最聪明了 OK好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刚刚你有讲到说像LED产业发展的部分嘛 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之前LED就是因为面对一些竞争啊 然后它的价格其实有被压下来 可是它现在是算是需求比较稳定一点了 然后我们会觉得说现在产业好像开始回温啊 然后也有人说可能利润触底反弹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比较起飞的状态 不过竞争一定还是有的嘛 尤其是面对中国大陆的厂商 因为他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来打价格战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台厂可能就还是会蛮担心说 那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走这样 那我们知道说像中村修二 他是日本一个很知名的诺贝尔奖得主 那他被称为蓝光之父 因为他之前就着重研究这个蓝光的LED 那他最近是接受台大的邀请来上课这样 那在他对在他的那个课程当中呢 他其实有提到说刚我们讲的智慧照明 是一个他觉得未来就是一定要去的地方 因为照明就要变得更聪明嘛 要跟物联网结合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也讲到说台湾要怎么竞争 他觉得台厂就是可以去打专利战 就是因为我们台湾在专利的认定啊 还有一些做法上面是跟全球比较统一的 是 对但是大陆的话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套系统一套体制这样 所以他觉得台厂赶快先把专利做起来 就变成是我自己的一个技术嘛 我的优势 就可以用这种专利去面对来自大陆的竞争这样 所以我们在专利上面的优势是比大陆多了 是这样子吗 对因为其实台厂蛮多都已经有专利的申请啊 或者是已经有很多技术是得到国际专利的认证 所以他觉得在这方面大家可以继续这样子做 所以你要是要更具有专利专业性 或者是说这个质感比较高的这个LED灯的话 你可能就必须要花多一点钱 那就不是低价所能够做到的啦 必须要用靠这样的方式去跟中国大陆做竞争啦 不过这个好像他也有提到是打团体战嘛 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其实台湾大家知道台湾是比较小嘛 我们的规模比较小 对可是小的好处就是像我们知道厂商 其实都聚集在比较 比如像新竹啊 或者是哪些就是群聚效应比较大 是 就是大家在同一个区域嘛 就会有点像你这样的打团体战 是 然后这样子我的供应链其实上下游流动就会比较快 不会说我可能要跨区啊 或者是就是分布的很广广这样 对 不过这个也是好 你刚刚这个燕玲提到这个东西 我就想到 其实中国大陆那就是大嘛 对不对 企业也大 所以呢 既然这个专业啊 这个专利上面比不过你呢 那他就会想一个方法 就是把你买下来 并购你 所以你一定要打团体战 要不然你就很快就把它并购掉 那你那个专利恐怕也没用啦 所以啊 这个大家要就团结一点啦 因为台湾都走中小企业这样的一个规模嘛 企业也不是很大 所以面对这个 这个强劲的对手的时候 其实必须要团结一点啦 好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中村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嗯 中村的话 他其实他之前二月的时候 也有来台湾中研院的一个研讨会 那他当中其实讲了蛮多LED 比如说技术上面 发展的一些趋势啊 等等的 那像他提到就是 不晓得大家听到蓝光 可能就会想到 啊 就是手机的蓝光啊 会伤眼睛 伤眼睛 对 对 那其实蓝光这个 自从它变成商品化 就是一些蓝光LED相关的产品 上市以后呢 大家就会一直觉得说 哦 这好像会对人体有一些影响啊 那其实之前 美国也有一份报告就说 呃太过强的蓝光 其实是会抑制人体的那个退黑激素的分泌 哦是 那这个对 就会影响到睡眠 就是变成说你的生理之中 可能以为说 哎现在是不是还是白天 哦是 对因为那个光太强了 所以睡觉前千万不能滑手机啦 对对 是 那对 钟称他也就有发现这个蓝害 就是觉得是一个害处的问题 哦是 对啊 所以他他自己现在有一个公司 那他们公司现在也主 主要是开始想要走去蓝光的路线 哦 怎么样去蓝光化呢 他就是用紫光 就是他英文是叫violetLED 那他是一种就是 比较温和一点的白光 然后他是去避开那个 对人眼有害的蓝光的波段 他其实是可以去 他现在其实技术已经做到 可以去控制光的波长 所以你可以就是去掉那些 对人体有害的蓝光 然后保留下来比较温和的光线 哇听起来好赞哦 所以以后我们的手机 也可以变成这样子吗 手机我就不太知道 他现在是用在 比如说家庭的照明 就是一种比较智慧的系统 对啊 所以就是说你在家里的话 你想要这个舒服一点 你就可以避免用到蓝光嘛 对不对 对 他是用有点像是帮我们 一个电脑的生理时钟好了 他就是变成说 你早上的时候 你是需要比蓝光 就是比较亮嘛 帮你 让你可以比较赶快苏醒的感觉 那可是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那个智慧的照明系统 他就会把蓝光波段去掉 然后就保留比较温和的那个 紫光波段就是 让你好像开始放松 就是要准备进入睡眠状态这样 OK 所以这个技术现在成熟了吗 有 他已经有商品出来 哦 是 这个是已经有 蛮多厂商在研发 那他说台厂也有在做这种 智慧照明 这种光源控制的部分 所以他其实对台厂 LED产业他觉得还蛮有信心的 OK 就是我们都有跟上这个趋势这样 是 好 OK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智慧城市里面的照明的部分 你看看 现在连灯脑 灯泡 都已经超出你的想象 变得这么聪明 而且变化这么多 所以人 是不是应该要赶快 要变更聪明一点呢 好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要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告诉你 不止城市要聪明 车子也变聪明了 OK 我们马上告诉你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各位乡亲啊 好听的公布节目来咯 1422台湾台 有国有跟台湾的 在地新闻 生活资讯 流行的歌曲 还有文化的故事 又还有 又还有 还有我们 专门为印尼跟泰国新移民 制作的印太语节目 这么好看的事情 只有在am1422才有 要记得通知 出品诸诸诸诸诸 作为来收听 1422台湾台 飞翔 那我们讲一下 比如说像现在大家知道 无人驾驶车 就是也是一个全球都在 争相竞逐的一个趋势 自驾车 对自驾车 不过我一定要问一下 到底有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聪明 因为去年那个在新加坡 这个原来不是有第一个 就是说这个全球的这个自驾车 那个计程车上路 就后来发生车祸 对 这个就会牵涉到 比如说感测器的技术 是 对像之前那个特斯拉 他也是有一些事故 那他后来就是说 他的感测器可能还有车上的车主 都没有注意到旁边的一个 白色的大拖车 因为当天其实阳光普照 那可能这样子 他就以为他是一个看板 他没有发现他其实是一台车 所以现在感测的技术上面 还是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小部分是需要去克服的 所以不成熟是不是 如果在感测器上面这个发展 对 那像是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自驾车的眼睛 就是光达感测器 那他其实是一个用雷射 雷射去这样子就是反射 然后就可以建构你前方路况 或是四周的一个立体的影像 那你就可以去判断说 我周遭的环境是怎么样 对 那现在呢 这个技术已经成熟了吗 现在技术其实不够成熟 然后他的成本也非常高 OK 我们要讲一下 就是你刚刚讲说 光达感测器嘛 就全部的名称啊 叫做光学雷达感测器嘛 对不对 对 他这个技术 跟Tesla现在所用的这个技术一样吗 Tesla它好像 它是用相机加雷达 因为其实现在各场 他们是用比较综合的一种方式 因为其实自驾车需要很多 不一样的感测器 那大家都在试说 哪一种是比较 可能比较有办法做到普及啊 或者是说能够在技术上 是做到最精准的 对 那像这个的话 它其实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看过Google之前的自驾车 它其实是一个 在它车顶上 车顶上 对它一个黑黑的圆球状的东西 对 那所以这是他们在 自驾车跟一般汽车上面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它就是像是一个 高速旋转的照相机 然后就这样子在侦测这样 是 所以要怎么样把它变成又小又美观 而且它的这个侦测的性能又好的话 就是未来自驾车必须要挑战的方向了 对 而且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像除了苹果啊 Google还有很多车厂啊 或是其他厂商都想要卡位 就是真的很看好这种自驾车的市场 那刚刚讲那个感测器嘛 现在是不是有哪些厂商是已经 怎么讲是领先其他的这个公司的研发吗 我们之前三月比较重要的是像英特尔 它就是去买了一家以色列的自驾公司 叫Mobileye 那Mobileye它其实就是做一些感测啊 或者是其他这种运用在车用的 就我们有一个系统叫ADAS 就是很先进的驾驶辅助系统 它等于就是我们一般开车需要用到的 比如说路况啊或是什么晚上夜间的夜市模式啊 或是停车的一些那种辅助啊等等 它都帮你做到 那英特尔自己本身在比如说电脑运算啊 或者是它其他方面的一些实力 它觉得可以把它整合起来 做成一个更成熟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也许他们预估是可能到2021年左右 就是可以搭上首波的一个自驾车的销售桥 不过这样的结合 现在是不是在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发展上面 已经成为一个潮流 就是说我自己这个车子的公司啊 比如说我福特我通用 我这个其他这个宾室或者怎么样的公司 我自己没有那个技术 我干脆就把你买下来 买下来之后我就这个再进行整合发展 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 其实现在很多厂商都这样做 像你刚刚提到通用啊 他们也是去买了一个 做自动化驾驶的一个team 那他们也是希望去炒自驾车发展 好所以这个大家看一下 这个虽然这个刚刚讲嘛 感测器的这个怎么讲 发展的这个技术还不够成熟 不过这个已经是一个未来很重要的趋势了 好那我一定要讲一下啦 那台湾呢 台湾在这个商机里面 能不能搭上便车呢 其实台湾台厂已经做到了 就是像之前法国有一个也是无人车的公司 然后他们就是买了台湾的 Stack Rack他们的车载电脑 那讲简单一点就像是车子的心脏好了 对那他就是一个他的一个运算系统 那还有像是另外台湾的厂商林华 他也是变成Google的一个供应商 所以其实台厂也是都慢慢的有开始打进 比如说国际大厂的供应链 哇那看起来我们扮演的角色 应该也还不错就是了 对对对 OK好那我一定要再问了 就是说除了商机之外啦 新加坡已经有自驾车了呢 台湾呢台湾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呢 台湾的话之前是有说 刚刚那个法国的公司 他可能会在今年就是在高雄测试一个 无人驾驶的电动小巴 距离都怎么样 是全方位的吗 还是说只有某一些距离 就是这个固定路线啊 应该这样讲 对对对 因为他其实只是一个测试嘛 那他是说可以载大概15人 然后是做可能比较 他自己这种无人小巴 他其实是比较像那种机场接驳啊 这种比较区域封闭式的这种路段来做测试 是 对对对 显然这个如果要在台湾看到自驾车的话 还要再等一等了 对可以说不远了 但是就是还是有一些 比如说技术上或是台湾 你怎么样去做到说 我也可以提供一个很整体的服务啊 比如说不只是做硬体嘛 我也要帮忙做一个平台 然后来管控等等 我觉得这都是未来可以发展的一个趋势 好不管怎么样了 我相信呢 未来还有一个行业会这个 因为这个自驾车 应该这个营收会蒸蒸日上 那就是保险业 因为要加点保险才能去坐自驾车 要不然还真的会怕怕的啦 OK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燕玲带给我们这些趋势哦 那不晓得昌米下礼拜会不会回来 但是如果没有回来的话 我们应该还有燕玲可以陪我们这个 共同度过这美好的时光哦 谢谢燕玲 谢谢国华 谢谢听众朋友